28年的婚姻 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没有爱情也有亲情 但是现在感觉 亲情都很平淡 安先生给我的感觉 始终都是一幅冷冰冰的面孔 你们俩相处的生活当中 可能很少有语言的交流和沟通 只是有简单的 粗暴的一种 你来我往的唇枪舌战 在婚姻当中 这其实就是一个弊端 会让你们处得很不舒服 很不痛快 当然了 作为妻子的卫女 是确实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没有尽到一个儿媳的责任 也没有做到一个妻子的 一个很好照顾丈夫的一个角色 丈夫在生病的时候 说句实在话 那个时候 她可能是最脆弱的时候 包括身体状况 包括对你的依赖的一个状态 想喝一碗粥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需求 但是你满足不了她 我整场看下 觉得你的个性性格特别的独立 你的生活的重心 包括你生活的焦点 都没有放在你丈夫的身上 你的心理 你的生活状态 工作状态 只有孩子和你的店里的生意 你关注点在这两点上 你忽略了你的丈夫 也是造成丈夫对你冷冰冰的一种态度的体现 所以你反思向你自己 其实生活当中很多 你做出来的事 说出来的话和安先生的面上的像是一样的 也是冷冰冰的 两块冰冰的一起去了 是没有火花的 当然了回过头来说一下安先生 为你是虽然有种种的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但是他的本性真的不坏 他也确实为家付出了很多 也确实把三个孩子培养的很好 也把家庭生活就是从贫穷走向了富裕 我觉得安先生有的时候 忽略他不懂事的一面 不通人情的一面 甚至说他不体谅你 不关心你 不尊重你的那一面 同时在你们两个交流中 你也多说两句话 多开开口 不要什么事都闷在心里 虽然说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矛盾 但是我感觉你们那个家的感觉还是在 你们两个人的互动有这样一个场景 就像两个情商不高 或者是两个缺爱的两个小孩子 在这样的互动 然后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因为沟通的不够 你们两个人有很多的误解 这么多年一直在接着 这位先生 你很多东西你是憋在心里的 你的性格是有点倔的那种性格 就是我认定一件事情就得这样去做 尤其是对父母的照顾这块 然后你呢也有责任感 但是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 我用一个字来形容 就有点冲 那你会因为 就是比如说那500块钱 他做的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当他出了问题之后呢 那你做的是什么呢 在你这会儿有个轩然大波 你离开家里有15天的时间 也就是说呢 我的感觉就是你做的过分 我比你做的更怎么样一点 我知道就是你想尽自己的孝道 包括家庭问题上 我觉得是你有自己的正确道理 但是我们在婚姻问题上 为什么不多一点 反思呢 我们得有一个让自己舒服的能力 然后让对方也舒服 我觉得你在处理跟他的关系的问题上 有的时候是缺乏一点智慧的 你会把这个事情闹得 就是他这会儿不顺着你的时候 你会把这个问题给他升一个急 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能圆融地解决好 而是把这个问题升急呢 你们在婚姻当中这种争吵 或者这种对着干就越来越多 而且这种对着干 它不是用言语表达出来的 全在你们两个人的心里 全在憋着直至到现在 我一定要离婚 正是夫妻双方多年来相互零沟通的相处方式 才让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如今的地步 在随后的密室环节里 观察员廖喜玉和张敏 分别陪同两位当事人进入了密室 为他们走入绝境的婚姻 找寻一个出路 一进入密室 魏女士就向廖喜玉吐露出 她对这段婚姻的不舍 廖喜玉告诉魏女士 既然对这段婚姻如此不舍 那么她就应该将丈夫 在这次调解中提到的问题重视起来 及时做出改变 对于廖喜玉提出的建议 魏女士都表示自己愿意做出改变 随后廖喜玉也提醒魏女士 如果丈夫最终仍是执意要离婚 那么她也应该将心态放宽松一些 不必让自己活得过于卑微 现在你们的孩子都成年了 都很优秀对吧 你也没有必要那么的担惊受怕 你是有优势的你知道吗 会做生意会做人能办事 有时候也要学会一点退一退 人不要活得太卑微了 知道吧 你挽住这个人 你挽住这个人的心吗 那种卑微的活着 她更巧你不及 当然我们会尽力地去撮合这个事情 而密室的另一边 与魏女士的态度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安先生一直在向张敏 痛承他这些年来 在婚姻生活中的委屈与压抑 考虑到双方毕竟有 接近三十年共同生活的基础 张敏建议安先生 尝试着两人再往下走一走 可都遭到了安先生的一口回绝 如果说廖阿姨通过那边做工作的话 他也能够发现到自己的一些问题 努力地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是不是有可能你再给他一点时间 我们先看看有没有可能 努力地往和好这个方面再走一走 不走 不爱吃 不爱吃啊 不爱吃啊 不爱吃 转告了他 为女士在密室中承诺做出的改变 希望安先生的态度能有所松动 通过这次调解 他愿意调整改变 他愿意加倍地去孝敬老人嘛 你一些什么事愿意跟你商量 他觉得自己不好的地方愿意做调整 我就讲彼此来冷静半年 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看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不离 你对他有要求吗 不离不是 非离不可 对 无论廖喜玉怎样劝说 安先生的态度都是十分的坚决 调解团队最终决定 尊重安先生的选择 那么最终回到调解现场之后 魏女士在面对丈夫的决定时 会做何反应呢 我们的调解马上回来 好 我们说一下大家最后的决定吧 是什么样的决定 谁来说一下 这个女人嘛 跟上我也吃不少的苦 给我生了三个孩子 但是我在一起嘛 确实不合适 还是坚持我的原则 离婚是吗 离婚 怎么跟理法能好好商量吗 好好商量 就是两个孩子管我管 女儿要管她管 如果她加持要离婚 我重重她 但是有一点 孩子 我都管上 我希望你还是留下来 因为孩子 也需要你 就是如果她一直坚持她这个想法 那你这边你能不能接受 那我尊重你的选择 这两袋米呢 是我们赞助商特别提供的 无论今天是分还是合 这两袋米都在提示你们 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 为自己 为对方 为孩子 为我们 都可以 可以吗 一人一袋 当然最好的 我们是希望你们两个人 一起拎着回家的 再努力一下 好吗 金牌调解调出和谐幸福 金牌毫米争出美好满足 最终 安先生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在这段两人都不舒服的婚姻中 选择了离开 看得出来 魏女士的言语中 仍包含着一些不舍 但最后的她 还是决定尊重丈夫的意愿 他们的婚姻 走过了近三十年的时光 却在这样的年纪选择了分开 不禁让人感到惋惜 但同时也告诉我们 只有在婚姻中 通过有效沟通 真正读懂满足了对方的需求 才能做到 让彼此都舒适的相依相伴